克里人第一次来到地球正扫描物种威胁 这是一只橘猫威胁程度极高 这是神盾局特工威胁程度无限接近于零 特工始终认为是扫描一起出了问题 直到猫咪张开触去大口吞噬一切 或许真正出错的是人类对宇宙的认知 嗨大家好我是科幻迷不满 今天为大家介绍惊奇队长的第一步 本篇牵扯到三大种族 分别是地球人克里人斯库鲁人 克里人文明极度发达 故事就从他们的首都开始 福斯是个有潜力的新兵 他有独特能力 能用拳头释放能量 只是不太熟练 他也是个失忆者 不知道自己是谁 更不知道怎么进入克里社会的 他的指挥官一直叫他福斯 他就以为自己就叫这个名字 经过一段时间训练之后 指挥官认为福斯已经可以服役 于是能安排他和克里人的至高智慧见一面 至高智慧是个有生命的AI 也是克里人的最高统治者 没人能看到他的真面目 因为他会读取你的潜意识 化身成你最尊敬的人 每个人眼里的至高智慧都不一样 福斯进入意识世界 发现自己眼里的至高智慧 是一位女博士的形象 问题是他根本不记得这个人呀 更记不起为何尊敬他 至高智慧觉得这样也不错 忘记过去才能更好为人民而战 按照至高智慧的说法 福斯博后有个能力控制器 这个仪器赐予他现在的能力 也能随时剥夺走 接下来他可以去执行人生第一个任务了 众所周知 克里人有群死敌叫斯库鲁人 这些家伙各个有变形能力 可以模仿成任何人 声音 生态 DNA都一模一样 甚至能获得被模仿者的短期记忆 斯库鲁人是天生的恐怖分子 过去几百年一直用变形能力侵略克里人 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而克里人一直没有特别好的反制手段 新任务发生在一座边境星球上 有个克里侦察兵正被斯库鲁人围攻 福斯的任务就是六个字 拯救侦察大兵 福斯的飞船利用跳跃技术离开母星 直达目标星球 这座星球上除了斯库鲁人 还有个土著种族 这群土著倒是中立无敌意啦 问题在于谁都没法确认 他们是不是斯库鲁人伪装的 于是福斯跟这群土著斗智斗勇 终于识破他们是斯库鲁人 打开杀截 指挥官坚守正面战场 福斯迂回找到要救的侦察兵 但是他真没想到 这个侦察兵也是斯库鲁人加班的 他被电于俘虏 指挥官久久联系不到他 又苦于敌军为攻 只好先撤了 福斯几经辗转 落入一位斯库鲁将军的手里 对方用科技仪器读取他大脑 掉出我们眼前这些回忆 其中就包括他和女博士的对话 为啥要看这些呢 这又是什么记忆呢 福斯跟我们一样搞不懂 他找个机会挣脱出来 把刚才的疑问全扔给斯库鲁将军 对方老实说 自己只是想读取福斯的记忆 找到那位女博士 而这又是因为 女博士研究出了很厉害的光速引擎 斯库鲁人需要这种引擎 说话间又有更多斯库鲁战士杀赖 福斯只好先教训他们 之前他被福斯时 被戴上了两个束缚拳套 为的就是封印他拳套里面的能量 可这次他在极度愤怒的情况下 竟然突破束缚 释放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不过他打得有点太猛 居然打穿仓体 自己差点丢进太空 他这时才意识到 自己在一艘敌人战舰里 他环顾四周 战舰已经严重受损 许多敌人坐逃生艇溜走 他也坐上一艘 像最近的行星逃命 可惜他逃生艇挨了一枪 迫降时严重解体 他一路电光火花 碰撞着陆 过后才明白自己到了陌生行星 地球 这是家影像店 附近有出电话亭 他进用电话跟指挥官汇报情况 指挥官的指示是原地待命 他们马上支援 大概22小时后抵他 不过福斯恐怕没法待那么久 因为他落下来的时候 砸坏人家屋顶 附近不安报了警 他刚挂电话 就有个黑特工来调查 这人叫弗瑞 以后会成为著名的 妈妈法侧侠 但这时呢 只是神盾局的特工 而神盾局是专门处理 这类奇异事件的 福斯实话是说 他是克里战士 正和斯库鲁人打仗 而斯库鲁人是能变形的恐怖分子 很有可能已经化身成人类 渗透进到地球 在这个时代 地球人还没有接触 那么多的妖魔鬼怪 所以福瑞士一点也不相信 只想把福斯抓走 在这会儿功夫 斯库鲁将军已经带他的手下 化身人类追杀过来 其中一人偷袭福斯未遂 撒腿想跑 福斯紧追不舍 对方眼看甩不掉 又变成个老太太混进列车 殊不知福斯刚才遇到过这个老太太 当时呢 对方已经下车 车上这个显然是假的 他上一场 暴打老太太的名场面 又变成别人跑路了 福斯到头来追了一场空 特工福瑞也在追那个斯库鲁人 也没追上 但有个意外收获 他追的时候发现身边的搭档 是斯库鲁人伪装的 他一同玩命 玩死对方 获得一具斯库鲁尸体 经过这事 他终于相信斯库鲁人存在 并把这具尸体交给长官研究 但他完全没注意到一件事 他的长官也是斯库鲁人伪装的 原片这里加入了很多身份反转 我就不细说了 简单来说呢 那就是主角们身边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斯库鲁人 他们看似在追踪斯库鲁人 其实是在被斯库鲁人追踪 咱们把目光聚焦回到特工福瑞的身上 他相信斯库鲁人真实存在之后 就去找福斯了解更多信息 福斯介绍说 他们克里人是高贵的战斗殷勤众族 而斯库鲁人是狡猾的恐怖分子 这些斯库鲁人来地球 是想抢走女博士的光速引擎 干坏事 自己必须阻止 特工福瑞小吃一惊 因为他自己都不知道地球竟然有这种光速引擎 那么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女博士和光速引擎 福斯和斯库鲁人 谁先抢到他们 是就赢了 福斯又闯进空军档案馆 展开一长串解密 可B团越解越多 他们吃惊发现 女博士居然早就死了 当时女博士亲自施加光速引擎战机 意外击毁人亡 光速引擎也彻底烧毁 更离谱的是 这位女博士生前居然写下很多克里文字 似乎她是克里人 这倒是能解释她为啥能跨时代研发出这种黑客截了 这次潜入大案馆还有个重大收获 特工福瑞捡到了一只大局 你就说重不重 大不大吧 这只大局以前跟女博士生活 现在没有主人 那就归我们啦 特工福瑞真的是个猫奴 对大局泄汉个没完 福斯提醒别忘了正事 他刚从大案馆投出一张照片 那是女博士生前最后一次拍照 他身旁有很多飞行员 竟然还有福斯自己 难道说福斯是以前是个地球人 还是空军飞行员吗 他觉得照片里的其他人会知道真相 于是让特工福瑞带路找那些人聊聊 照片里的另一个飞行员非常惊讶 他没想到福斯还活着 他自称是福斯的朋友 也坚信福斯是地球人 不过他不认识福斯这个名字 在他印象里 福斯本名叫卡洛尔丹福斯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福斯还没想明白 斯库如将军已经偷偷溜过来 要好好谈谈 他说以前自己老和福斯打架 是因为没弄清他的真实身份 但这阵他经过调查 明白这个福斯到底是谁了 以前还要从六年前说起 那年女博士正式飞他的光速引擎战机 他自己坐在后座 福斯负责驾驶 一架神秘敌机突然来袭 看造型像外形的 福斯虽说技术不错 但终究没接触过外形战机 被打到破降 女博士身受重伤 流出蓝血 他也不装了 摊牌说自己不是地球人 是克里人 他帮族人打了半辈子仗 最近才意识到 克里人打的都是不义之战 所以背叛了族人 刚才那架莱西战机 就是克里人的 他们要抢走女博士的引擎 继续作恶 而他绝不能容忍 女博士一边说 一边要开枪击毁引擎 不过还没开火 自己先被追兵杀了 福斯接过手枪 看清来犯的敌人 竟然就是克里人指挥官 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俩还是陌生人 指挥官此行只有一个目的 抢走光速引擎 福斯偏不让 一枪击毁 一股能量散开 说来也巧 一点也没击中指挥官 反而全都圣紧福斯体内 赋予他无与伦比的力量 指挥官看中这股力量 把他带走 正好他因为这次意外失去记忆 指挥官就假装他是克里人 像带土地一样带他 他本来兵牌写着卡罗尔丹福斯 但因为这次空难 名牌列成两半 指挥官看后一半写着福斯 就叫他福斯 这一段有点绕 总之就是我们的女主角 有两个身份 他的真实身份是地球人 叫卡罗尔丹福斯 是飞行员 但他失忆之后 被克里人指挥官蒙骗 以为自己是克里人 叫福斯 是星际战队成员 他得知真相之后 对被骗的事大为恼火 因此回归人类身份 咱们也从此改口 管他叫卡罗尔 刚才咱们看的是 这部电影的前50% 主打一个寻找真相 有点小复杂 后50%主打一个正名纲 那就简单多了 话说卡罗尔回归人类身份之后 开始思考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还要不要打斯库鲁人呢 斯库鲁将军遍及说 他们根本就不是恐怖分子 都是克里人泼脏水 他们斯库鲁人最初被克里人统治 后来不服反抗 就被摧毁家园 沦为难民 现在他们叫上这么点人 却仍被克里人屠杀 他们甚至没想主动进攻 只想跑到远处安家 所以才需要你博士的光速引擎 卡罗尔有点被说动了 愿意帮助斯库鲁人 但光速引擎都在6年前被打爆了 怎么帮呢 斯库鲁将军说 朕就直至其一了 光速引擎其实只是个工具 它被一个宇宙魔方驱动着 这宇宙魔方是一切关键 只是不知道藏在哪 接下来的故事又变成夺宝骑兵 卡罗尔又进行一番解密 初步锁定宇宙魔方的位置 女博士生前有个秘密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一直飘在地球轨道上 只不过开着隐形模式很难发现 卡罗尔物理很好 经过一串测算 推算出实验室的大概位置 它的战斗服又有解除隐形的功能 清点几下 实验室就呈现在以前 所谓的实验室 其实是一艘克林战舰 宇宙魔方就在中央位置 不过斯库鲁将军并没有那么在乎宇宙魔方 而是直奔最深处 呼唤男女老友 原来女博士生前一直在收容斯库鲁难民 他死后 这些难民一直禁闭在这里 一不敢出去 二不敢往外发信号 因为女博士生前说过 这会暴露坐标以来敌人 斯库鲁将军这次来找魔方还是次要的 主要就是来找这些人 他对卡洛尔的帮助十分感激 双方的隔阂终于消失了 不过嘛 自古以来 温馨的时刻总会被反派打破 克里人指挥官又带着他的手下坠来了 卡洛尔想用自己的能力还击 但使不出劲 记不记得开头说过 他博后有个能力控制仪 当时至高智慧说 这个东西能赋予他能力 也能剥夺他能力 其实这是半个谎话 这一气不能赋予能力 只能剥夺 卡洛尔失去能力之后 根本打不过指挥官 又被关进意识世界 接受至高智慧的洗脑 至高智慧还是以女博士的形象出现 对卡洛尔展开BOA 大意说 你这种人类软弱无能 离开我什么也不是 说完还回放卡洛尔小时候受挫折的记忆 但他没想到 这反而给了卡洛尔力量 他想起自己就和人类这个种族一样 屡战屡败 却总能带着累累伤痕重新崛起 这次也一样 至高智慧在意识世界施展攻击 卡洛尔应着攻击而上 最初还有些吃力 但当他体内运作起能力 就能自如面对至高智慧 似乎他已经突破能力控制器的封锁 能使出十成功力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强行突破封锁了 上一次是用蛮力冲破拳道束缚 看来他主打就是个大理出奇迹 话说卡洛尔之前被抑制者都那么强 那这次自由发挥该有多可怕呢 他强行回到现实世界 秒杀身边的臭鱼烂虾 把宇宙魔方转交给特弓弗瑞 对方看魔方就害怕 只是不敢接 不亮 大局突然张开出嘴大口 把宇宙魔方吃掉 特弓弗瑞吓傻眼 他还以为这就是普通的猫咪 其实只是外表如此 这个物种叫视元兽 宇宙最可怕的生物之一 他的嘴是触须 胃连接着一磁元 能吞噬一切物质 他攻击造成的伤害 永远无法全力 主角团队从此兵分两路 卡洛尔去对打克里战士们 特弓弗瑞则带着难民们跑路 他们撤离时难免会受到杂兵干扰 但是没关系 猫猫会保护大家的 就算猫猫有时不听话 斯库罗将军也能用变形术偷袭敌人 所以特弓弗瑞这边是有心无险 安全撤离 卡洛尔那边呢就更易贼了 以往的超级英雄电影里面 英雄总是最先逆风 然后陷入绝境 最后灵机一动翻盘 卡洛尔是完全没有逆风 更不要提绝境 主打一个虐财 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难打的 那卡洛尔跟克里人指挥官 打空战的时候 稍微狼狈了点 他没拔出敌机 摔向地面 但他平心静气 竟然反而领悟了飞行能力 这简直就是个 360度无死角的女武神呀 他飞起来首次指挥官的战机 袖所有人一脸 让指挥官摔个狗肯宁 不过就这个时候 克里人的援军来了 克里人除了刚才的指挥官外 还有个更强的 叫指控者罗南 自然心狠手辣堪称屠夫 他让舰队射兰几十发导弹 每发都毁天秘地 卡洛尔用手接导弹全部拦截 指控者罗南不服 又释放小战机 结果嘛 你们也看到了 卡洛尔击毁无数小战机 并首次一艘战舰 这还只是他热身的运动量 他双手击拳 暗示不建议把剩余战舰也摧毁 指控者罗南吃了一惊 没想到地球还有这好人物 他带其他战舰撤退 心想下次再来时 一定要把卡洛尔化作自己的武器 决战到此结束 大家还记得那个指挥官吧 他手下全被打败 战机也被卡洛尔击毁 彻底沦为光杆司令 但他仍然不服 让卡洛尔有本事就别用能力 用堂堂正正的拳击证明自己 卡洛尔不能说完就把指挥官打飞 因为他已经脱离那种低级境界 无需证明自己 鉴于两人还是有点感情 卡洛尔并秒杀指挥官 而是把他送回克林的星球 卡洛尔要告诉至高智慧 自己必会终结至高智慧造成的一切罪恶 战争和谎言 并最后照例有许多彩蛋 卡洛尔回归人类生活后过得很好 他把斯库鲁难民送到了安全地带 特工弗瑞也和猫咪相处得很好 其实他在撸猫时被挠下一只眼 但他仍然是爱猫咪 这就是究极猫奴的自我修养吧 这次克林人和斯库鲁人的事件 让他意识到宇宙里潜藏者更多威胁 于是他制定出一个著名计划 复仇者计划 卡洛尔以前在空军时 他的战绩就叫复仇者 所以这一计划的名字也是向他致敬 哦对了 还有个挺有意思的彩蛋 后来呢 猫咪肝吼一会儿 居然把宇宙魔方给吐了出来 我这就把这段放给我家抽兮兮哈 看看别人家的猫 吐出的都是什么好东西 哪像你只会往床上吐猫球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安Fans 咱们下期再见